好机车终于向西兰道歉了 以下是好机车的道歉声明 声明之后 本影片也附上好机车与西兰争议的懒人包影片 相信对于理解事件来龙去脉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要向西兰道歉 这一次我们对西兰充满人身攻击的影片 来自于对她的偏见 导致我们用最糟糕最不成熟的方式去呈现影片 任何人的评论都不该受到我们这种方式回应 同时我也鼓励支持我们的粉丝 放下你们对西兰的偏见 我知道有些人觉得她对台湾不友善 或是讲话的口音以及方式让你不喜欢 但请不要跟我们一样 把这种偏见转变成对她的人身攻击 不要犯下跟我们一样的错误 我们其实上架攻西兰影片的当天 就已经透过Discord联络到她 才知道她原本是带着善意看我们影片 并没有恶意扭曲的意图 单纯是对活该两个字见解上的不同 让西兰一开始就误会我的观点 让我也误会她的动机 但我们对她用不成熟的人身攻击方式回应 这是我必须要深深检讨的 之所以隔了七天后才道歉 是因为我们本来想等西兰发片回击我们后 跟她道歉 并且已经做好了影片 然后看到Toys评论我们 她已经认为是我们讲骂人被打活该那一句话 所以隔天发片跟大家以及Toys解释 但是效果看起来只是让大家越来越生气 因此我们就删除了影片 重新做这一支道歉影片 而我们对于应该活该两个字的理解 应该是用于事前活该是用于后果 活该里面含有描述元素 应该发生不可避免的 以及道德判断元素 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幸灾乐祸 骂人被打活该在警告与惊吓 还没有主词没有人被骂 没有人被打所以还没有人活该 道德判断元素还没有赋予给任何主词 因此只有描述元素 是一个对前因后果警告性的描述句 范例可以去跟猫咪玩 但是拉猫咪的尾巴被咬活该哦 但是很显然的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对于没有完全理解的中文 做出不符合也不恰当的解释 并且带着这份无知传播给大众 而且我们要谨慎的使用活该这两个字 避免造成别人误解为对暴力的支持 尤其是公众人物公开的发言 这几天我们观看自己以前的影片 偶尔会看到我们对一些情况 有鼓吹暴力的行为 但那都只是我们当下录影时 看影片时情绪的真实反应 经过这一次事件 我们理解到自己对于羞辱或挑衅语言 容忍度必须加强 毕竟棍子跟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 但是言语没有办法 不应该听到别人误解自己 或是羞辱自己 就会冲动的想做反击 如同这一次的事件一样 这是我们需要努力加强的地方 请不要认为我们删除影片或是道歉 是因为被攻击导致言论自由被限缩了 这是我们在对自己的言论负起社会责任 做错事就要接受相对的代价 这一切都是我们思考后的决定 因此在你看到这支影片时 我们已经删除了攻击西兰 以及评论Toys跟陈一的影片 因为我们的用字不精准 以及你有言论的自由 他有坐牢的自由 这句话的确传达的讯息 可能让人误以为合理化暴力 最后要感谢支持好机车的粉丝 我们会持续做出好的影片内容 以及在做社会评论时 用字会更加的精准 态度会更加的和善 我们会记取这一次的经验 好机车变成好翻车 活该 大家好 我是美国先生 上次讲完西兰跟好机车 在一年多前 因为应该这个词 产生了一些争执 没想到最近他们因为 活该这个词 又吵了起来 大家看完影片 应该可以比较了解真相 什么叫应然 即时然 这是个哲学 影片看完 相信会更了解真相 大家来看看 是怎么一回事吧 首先又是因为 他跟超哥的事件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还有之后陈一的事件 他们都是因为嘴臭而出事 那好机车 就拍片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表示答案就是不对的 但嘴臭被打活该 不过他说他并不是支持肢体暴力 也不是支持言语暴力 他只是认为乱讲话会被打 惹事就是找死 不惹事就没事 嘴炮黑道 就是会被处理 整部影片也主要都在讲 这个概念 除此之外 他还认为 Toys跟陈一 都没有言语暴力 因为他认为 言语暴力 是由被嘴的人决定的 被嘴的人 EQ越低 就越容易构成言语暴力 他认为 想成为一个 靠言语攻击人的 正义型网红 就要承受职业风险 总有一天 会遇到失去理智的人 别人不能让你闭嘴 你也不能阻止别人 采取行动 你有言论自由 他也有坐牢的自由 他表示 要保护好自己 可能外出的时候 先请保镖 或者避免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 避免独自走在街上 以上就是好机车的想法 而过了大概一个礼拜 杨岚在直播上 观看了好机车的影片 他觉得 当好机车 说出嘴臭 被打 活该这句话 就不是在陈述事实 而是在讲述价值观 因为用了活该 这个词代表 他认同这件事 是对的 是好的 I think 当你说嘴臭被打 活该 你不是在make一个 descriptive statement 当你说 如果别人乱讲话 那么你就会被打 That is a descriptive statement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 这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 当你说活该两个字的时候 That's a moral statement 这是个价值观的描述 所以 这两个 是不一样的概念 然后 言语暴力 是被嘴的人决定 这点杨岚举了一个极端例子 就是在别人旁边经过 然后对方 EQ极低 觉得你跟他吸一样的氧气 在侮辱他 结果他就动手了 所以西兰认为 虽然动手的人 能决定什么 对他来说 是对的跟错的 但社会最后 还是会达成共识 什么事情 应该被接受 什么事情 应该上升肢体暴力 同时 他认同 有人只为了取得关注 而去嘲笑别人 他认为 很难区分哪些人 是正常评论 只是言论比较细腻 让人伤心 而对于好机车说的 嘴炮黑道 就是会被处理 杨岚反问 难道不敢批评 黑道是一个好的社会吗 他也再次说明 嘴炮黑道 会被处理 跟嘴炮黑道 被处理活该 是两个概念 前者是描述事实 或者是表达价值观 而他认为 台湾不是街头 台湾有很多法律 可以让你被言语攻击的时候 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该用黑帮的江湖规则 不是言语暴力跟肢体暴力 都有暴力两个字 不是所有言语暴力 就该上升到肢体暴力 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需要用言语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而不用怕被袭击 这是一个应该被维护的事情 甚至包括用言语侮辱一些人 这样才可以有效地产生更多的观点 才可以选出想要的政治人物 总而言之 如果好机车要描述嘴秋 会被打这个事实 既然觉得还可以 但他觉得好机车最好多讲几句 说事情不应该是那样子的 好机车用了活该 他就觉得很有问题 所以好机车这影片给他的感觉是 好机车只是嘴巴上说反对暴力 实际上躲在很多识然的句子后面 不想表达他自己 阴然的观点 但是在陈述时却会被打这件事 其实只是认为特别是这种人 应该被打但不敢说出来 只好花很多时间讲述嘴秋的人 是会被打的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 这些人就是躲在 这一些识然的这些句子后面 这些陈述句 然后不想表达自己的这一些应然观点 那他们自己的moral上面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很多人躲在这一些话后面 就descriptive这些statement后面 其实他们想要说的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说暴力是对的 但是他们就是活该 其实我也认为Toys这种人 陈迷这种人讲这种话应该被打 但他们知道这些话 这种话即使说出来都会让很多人说 怎么能说这种东西 他们不能说这种话 所以他们只会说 这种人在这个社会上是会被打的 这样的言论充满了个人的主观意识 需要说清楚界限在哪里 什么情况可以上升到肢体暴力 不是觉得不被尊重 就可以动手 不然那些在网上骂Toys 什么什么狗的人 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么骂 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尊重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好机车就上片开喷西兰了 说一年多前那次吵架 西兰搞不懂应该跟必须的差别 但他没有真正的是西兰 因为英文不是西兰的母语 西兰上次躲在评论区 拒绝跟他辩论 然后说这次西兰的评论 是他看过最糟糕 最恶性的 比台湾媒体还烂 他不同意 西兰说嘴秋被打 活该是讲述价值观 他开始教大家中文 表示嘴秋应该被打 才是讲述价值观 但嘴秋被打 活该是一种描述性陈述 贴出教育部的词典 说应该意思是最好的做法 活该意思是不可避免的 不带同情心的 他也用ChatGPT帮自己背书 西兰无视他说法 并认为说活该就是不对 然后把他说嘴秋被打活该 扭曲成嘴秋应该被打 还有嘴秋被打是好的 说西兰搞不清楚应该跟活该的差别 不懂装懂 应该 is an active moral statement 但是活该 is a passive descriptive statement T it means the best thing to do but活该 is inevitable it isn't sympathetic 不是我们装 其实是你自己在装懂 this guy can't even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应该 and活该 but then he deliberately chooses to ignore our moral statement which is 打人就是不对啊 他觉得太恶心了 简直是小时候不读书 长大当西兰 另外他还是觉得 言语暴力石油 被嘴的人决定的 如果由社会来决定 那就代表有人被打 再由社会来决定他多痛 另外西兰举路过被打的例子 他觉得完全无关 因为他没有言语暴力 只是遇到疯子 西兰说社会最后会有共识 碰到什么事情 该上升肢体暴力 这点好机车认为他在合理化暴力 他把西兰比喻成德国纳粹 想完全消灭一群人的想法 而对于西兰举出 网上的人不注重这些例子 好机车觉得西兰说 要尊重毒贩 所以西兰的逻辑 他们也不认识 西兰说 西兰算是在IG骂她 是最恶心的YouTuber 动员粉丝 去攻击她 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尊重 只因为她说 男女应该分工 就比毒贩还恶心 所以她觉得 西兰没有道德 叫她停止伪善 停止双标 停止胡说八道 总而言之 她认为 言语暴力 跟社会评论是不一样的 而西兰 想混为一谈之后 好机车表示 言论自由的目的 是保护 想批评和讨论政府的人 不是侮辱别人的人 她觉得 西兰只是想活在一个 可以侮辱诽谤 以使用言语暴力 对付别人 但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事件 最重要是 可以以此来赚到钱 她也以此劝告西兰 西兰也有的是钱 这个月赚的比你们一年还多 有钱 有名气 有流量 全部都来自侮辱诽谤 还有言语暴力 她也有拿自己的店 被抹黑的经历 说明法律没什么用 用这例子 来证明自己不支持暴力 不然就找人对付那个人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